大批市民去到維多利亞公園年宵市場買花和辦年貨 坦蕩都趁年二十九減價促銷 而港鐵位年二十九通宵行駛 巴士亦都會加開班辭 方便市民食完團年飯外出 來到最後一天 不少蕩主都減價大促銷 希望吸引更多市民來買東西 最後一天 年宵最後一天 大特價大特價 有賣花的蕩主就說 今年的生意好了 也有蕩主說 由於蕩的來貨價貴了 銷量沒有預期那麼好 今年生意比去年都好 高了20%左右 一天可以賺到七八千三百一萬元 應該說是比去年差些 我想是真的貴了很多 好像我做水仙的 只是頭來講是以倍數計 雖然天氣凍了不少 不過不少市民都說 天氣凍更加有過年氣氛 都早點出來買年花和辦年貨 早點沒有那麼逼人 可以走得舒服點 晚點好很多人來了 警方就在年29中午開始實施交通管制 方便市民去行連銷 鳳凰衛視記者趙嘉韻報道 我們記者趙嘉韻現在就在維園那裡 嘉韻 連銷市場是否越來越熱鬧 黃先生 沒錯 現在的人潮比起中午的時份 明顯是多了很多 我們現場所見 不少市民都會買回雜花去應接 有檔主就說 最好賣的花就是水仙花 我們估計是因為早幾天 天氣都比較暖 所以那些花都開得比較漂亮 比較合時 所以都很受歡迎 現在每盤都要減價30元 就買168元一盤 因為168元一來就可以促銷 以來就是拿一個好的耳頭 第二好賣就是我手上的一些康乃興的花 店主就說康乃興花的顏色有不同 而且顏色都比較鮮艷 所以都很受歡迎 而我手上的這一盤康乃興花就要180元 有不少市民都說 行完年宵之後都會回家吃團年飯 不過有不少市民都說 是會吃完團年飯之後 才出來再逛花市 所以估計晚上的人流可能會更多 那我的報導是這麼多 將時間交給通年先 好 麻煩嘉韻在年宵市場的報導 今天是年29 很多市民都到街市買菜 準備團年飯 有檔主說 今年的雞價較平日貴一倍 不過市民都不介意花多些錢 有人還花了成千元 希望團年飯吃好些 一早早街市就逼滿買菜 準備團年飯的市民 團年飯雞當然不少得 平日四十幾元一斤的活雞 今天就要80元一斤 貴了差不多一倍 一隻三斤重的雞就要成250元 生菜生菜 平日賣8元一斤 現在就要12元一斤 不過當主就說生意只是普通 越以嗦嗦笑的海蝦 這麼好意頭 雖然一百六元一斤 但很多家庭主婦都說無所謂 有人買菜後花了一千元 買雞 買肉 買魚 你用多少錢 一千元 你覺得貴 不過今年什麼都貴了 沒所謂 年年有餘 魚檔都挺好生意的 早上七點開檔 未到十點就已經賣得七七八八 不過當主就說生意都不及去年那麼好 風凰衛視記者 陳少浩報導 農曆新年長假期開始 有旅行社說 今年新春團費貴了大約一成半 除了日本和韓國 泰國都很受歡迎 我們看到日本 韓國 這些地方非常受歡迎 今年多了一個地方 就是過去兩年 那個政治不是那麼穩定的泰國 現在沒有了紅三軍 黃三軍 我們看到今年 泰國的加班機率多了很多 去泰國的客人 也會回復過往最傳承的時期 不少旅行團在年二十九出發 旅行社負責人說 新春團在三個星期之前就已經爆滿 又出發去日本的市民說 最近一元貶值 所以選去日本 希望可以買多點東西 可是可以買多點東西